好,老师这边手上有一根金属管 有一根金属管 这一根金属管 基本上你敲它就会有声音,没有音音 就像你敲桌子一样 你敲它,它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声音 就会产生一个声音 那一般我们把这种声音叫自然频率 也就是说你敲它,它本身就会有一个音频在那边 好,这一根管子 这样我敲桌子,敲一下就听到一个声音 这一根管子基本上敲一下 感觉上你也是听到一个声音 我现在如果拿着就这样把它捏着 敲一下基本上就差不多是一个声音 好,有没有办法让这个声音留很久 好,我现在如果把它捏在中间的位置 好,收一下音 好,收一下音 好,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声音留很久出来 好,传了很久哦 这声音传了很久 跟一般我们这样敲,这样做,这样一下 敲一下就是一下 它的声音可以留很久 它声音是可以留很久的 好,哇,这就神奇了 为什么这个声音可以留这么久呢 它的声音,它不会马上就这样停止 可是我如果捉在其他的地方 其实 是没有这样子的效果的 我如果捉在这里 它就敲一下就是一下 可是我如果把它拿在中间 它声音可以传很久 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这个要回到各位手上的这根弹簧 对,要回到各位手上的这根弹簧 对,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 在传的时候 好,我用这一个 大家看比较清楚 那你可以甩你手上那一支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当你轻轻甩一下 它会有另外一个锅反射回来 对不对 它会有一个锅反射回来 好,那当我连续这样甩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几个地方说永远都是密的 中间的地方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地方是不动的 或者是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说 会更明显 当我这样子左右这样甩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甩出一个 有一个地方说都不动 你用你那一根甩就很明显看到 有一个地方说永远都不动 对 有一个地方都不动的地方 有一个永远都不动的地方 好,这位可以用你手上的这一根弹簧 甩看看 每个人都可以甩出一个八字形出来 你有没有办法甩出一个八字形 可以啊 你看中间那个地方说都不动 你可以甩出一个八字形吗 甩得出来吗 好 那那一个不动的位置 不动的位置 为什么会有一个地方不动呢 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讲的 声音要有震动 可是那个地方不动 说表示那个地方 就是 可以这么说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声音 没有被震动的那一个位置 不能讲没有震动的那一个位置 之所以会有这个现象 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 当我们不断的有波子进去的时候 它另外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反射 我们刚才讲的吗 它一定会有一个反射 这个入射的波跟反射的波会叠在一起 它会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之后 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助波的现象 我们在科学上叫做助波 助波什么叫助呢 助波就是不动 不动的波 不动的波 Standing wave 站在那边不动的意思 英文叫Standing wave Standing 站在那边不动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助波 好 那助波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用一个更明显的例子给大家看 好 我这里有一台可以产生波动的机器 我利用手机产生了一个波动 这个是一秒震动20次的波动 当我现在把它拉直之后 它不断的在那边震动 你会发现中间有个地方说完全停止不动 好 抱歉 我要把它拉成 好 中间是有个地方都不动 好 中间有个地方都不动 好 中间有个地方都不动 好 中间有个地方都不动 好 在这边 这边是中间有个地方都不动 好 我们在科学上就把那个不动的地方叫节点 好 把它叫节点 好 那刚刚很多人在甩的时候 是不是都甩不出中间 可是甩快一点 是不是中间就出现一个了 有没有办法甩的更快 里面出现了一个节点 甩的越快它的节点出现越多 好 我现在把它增加 我把它增加到30赫兹 好 你就会发现它出现三个节点 对不对 好 还要出现三 抱歉 中间算两个 其实我们其中一个不算是讲三个 对 我们在这边讲是讲三个 不好意思 可是你在看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会看中间那两个 好 因为我们前后 前后只会算一个 所以其实是三个节点 那我现在如果把它增加到40赫兹 好 你会发现它有四个 一二三四 突出来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叫波腹 肚子比较大 肚子比较大 它就变成有四个波腹 或者我们讲四个节点 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好 它就会产生四个 如果我现在把它调成50赫兹 如果我现在把它调成50赫兹 这是50赫兹的声音哦 你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 听得出来 一二三四五 它就五个波腹在那边 它就五个波腹在那里 好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跟各位讲这件事情呢 好 我们刚刚在敲这个金属管的时候 这个金属是会震动 它的震动有没有办法传出去 我的意思是 这个金属的震动 似乎就只能局限在这两端了 对 所以它那个波在里面 左右这样传 传到最后它会产生所谓的铸波 好 那这个铸波 为什么我在某一个地方拉的时候 它声音会特别大声 就回到这边哦 我们找一个人 请小朋友 请佳安 帮我们做一件事情 中间这么有一个地方不到 用你的小手手 两只小手手 两只手指头 把它轻轻捏着 大家 你没有捏到 你要捏到那个 来 我先放开 先放开 先放开 先让我把它震动出来 不要那么不受控制 来 我先把那个波动先弄出来 还没 先等一下 我先把那个波动拉出来 好 我们把它拉在中间 先这样捏着 后面是否一样会动 当我捏在点上面的时候 其实它不会影响到后面的震动 因为它本来就不动 可是我捏在中间呢 捏在中间这边 捏在中间这里 捏中间 捏中间呢 捏中间 捏下去 好 后面就完全都不动了 它就不会再震动了 它不会再震动了 因为你已经让它不震动 不震动 它的波就爽不过去了 所以 当我捏在这一个 所谓的节点上面的时候 基本上说不太容易影响震动 它不太容易影响震动 当我捏在节点上面的时候 它就不太容易影响震动 好 所以 大家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吧 我刚刚是捏在哪一个地方呢 对 其实我刚刚就捏在节点上面 当我捏在节点上的时候 它的声音就不会让我消除掉 也就是说 它的声音会传得比较久一点 比较不容易耗除 因为我们有捏在波腹的地方 波腹的地方是震动最大的地方 震动越大的地方 声音越来越大 可是我刚开始把它捏住 它说不震动了 它声音就会一下子就没有了 好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应用呢 或者我可以讲应用 有些时候就是要来讲 棒 我今天带铝棒 因为铝棒的效果会比较好 可是实际上职业职棒的地方是用木棒的 可是用我们的铝棒效果会比较好 好 这件事情跟棒球有关 这怎么会跟棒球有关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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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们的棒球 你要能够打得远 当然啦 技术是第一条件 没有技术什么都不用讲 技术是第一条件 最重要的条件 可是我们现在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如果那个打击者要能够打得远的话 或者应该讲他的棒球生涯能够久的话 投手不说了 以一个打击者来说 他最容易产生的运动伤害 其实投手也差不多了 在手臂的地方 可是呢 打者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造成的伤害 就是当这一个球打到我们的球棒的时候 打到我们这一根球棒的时候 这根球棒是会震动的 而且震动的力量是很大的 我们在棒球里面 有一个术语叫甜蜜点 Sweet start 甜蜜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最好的击球位置 一个是最好的握棒位置 一个是最佳击球位置 一个是最佳握棒位置 都叫做甜蜜点 不过一般人当分讲是击球位置 好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是握棒的位置 好 那当你握着这一根棒子的时候 当你握着这一根棒子的时候 这一根棒子的时候也会震动 这一根棒子也会震动 好 所以 回到我刚才所讲的 有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震动的特别厉害 有一个地方是震动的最小的 你觉得你要握在震动比较大 该震动比较小的 所以你要握在波阔还是波节 你要握在那个 我就直接讲波节了 你要握在波阔还是波节 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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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 我们找一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来帮你 来 你帮我抓着这一根棒子 抓在上面 两只手指头就好 拉着这里 抓好 抓紧 因为我要敲你 所以你要抓紧 当我敲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看看你的手的感觉 有麻麻的感觉 有麻麻的感觉吗 没有麻麻的感觉 那如果握在这边呢 没有麻麻的感觉 我就讲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有麻麻的感觉 你仔细听那个声音 声音传很久 好 那你再把它抓在这边 好 抓紧 哪一个阵状比较大 中间这边比较大 感谢你 我刚刚这边贴了两个点 我刚刚在那边贴了两个点 好 当我握在下面这一个点的时候 当我握在下面这一个点的时候 你会听到它的声音哦 它声音传很久 你用木棒也有类似的效果 可是木棒的话 因为它比较软 木棒弹性 它的刚性不是弹性 它的刚性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的声音比较容易被吸收掉 那 那 铝棒的话 它的刚性比较好 所以持棒不能用铝棒打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随便打都全没打 你知道吗 因为它的刚性太好 不然你随便打都全没打 所以 铝棒 当你握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声音会特别清楚 那 你说 这边比较麻 还是上面比较麻 我们找一个大朋友 不是大朋友 我们找一个爸爸来帮我们 因为这种感觉 有些时候真的因人而异 好 我们就握在上面这一个 尽量握的地方小一点 越小 因为这样子把它夹住就好 夹在红色的那个地方 好 这个是上面这里的 这边的声音比较没那么明显 好 这是这一个感觉 那如果握在下面这边呢 震动比较大 这一个地方感觉上震动比较大 对 这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感觉震动比较强 震动比较强 哪一个地方你觉得震动比较大 好 我们再敲一次 你再试试看 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其实是最大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摸在这边 你会感觉到它一直在震动 可是这边的震动只有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 哪一个力道比较大 不是哪一个震的比较强 哪一个是力道比较大的 这是下面的 好 上面呢 对 上面这个力道比较大 可是下面传的比较强 对不对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理论上我们是不是说 握在波茧的地方 可是实际上握在波茧的地方 它的马会麻很久 你摸在这边的话 它的力道会比较大 可是它麻一下 到底要握哪里呢 所以 大部分的棒球选手 根本不管这件事情 这就是我刚刚跟各位一起的 有些时候科学在谈的时候 我们都会谈到好戏好戏 然后跟你讲说 握这边握这边 握哪里握哪里握哪里 大部分的棒球选手 其实根本不管这件事 对 因为你看 其实我们在握的时候 不会有人握这样子打棒球 谁有本事握这样打 一定都是握这样子 握这样子 怎么握一定都会握到波茧或户 一定都会握到的 所以你怎么握其实都会震动 我要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更有趣的东西 什么 好 我这边有一个骨膜 我这边有一个骨膜 我用玻璃子把它做了一个膜在上面 好 那这个膜是会震动的 那这个膜我把它封在这一个脸盆上面 好 所以这个膜在震动的时候 如果它持续有一个持续的声音在震动 它似乎一样也会有做过 好 它一样有做过 可是你看不到 好 我现在如果把它接上 喇叭 那顺便跟大家说明说明一下 等一下会很长 会 哎呀哎呀哎呀 会几胸几菜 好 那如果那个声音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 请无助耳朵 也就是小朋友 因为等一下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拉到两三千赫兹以上 非常的尖锐 会很不舒服 会很不舒服 所以大家可能要先留意一下 如果不舒服 你耳朵就遮着 因为等一下是用看的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声音 好 我们来看声音怎么样做出一个漂亮的图形 好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好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都最小都最大 好 可是呢 我现在如果把上面把它撒上一个细杀 好 我把它撒上一个细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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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受不了了 好 你看到一个很开心的图形 当我的频率不一样的时候 频率越高你会发现很明显 它图形就越复杂 它图形就越复杂 然后有一个地方 沙子的事物都没有在跳 有沙子的地方 有沙子的地方 实际上似乎就是那个地方没有在争动 沙子才留得住吗 所以你就会看到它很漂亮的这个图形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把声音 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图形 这个图形我们在科学上叫做克拉尼 加克拉尼图形 其实就是一个祖国的图形 那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用喊的 也可以 可是我到现在我还喊不太出来 你知道吗 听说可以用喊的 可是我喊不出来 所以我只能用机器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试试看 我如果用喊的能不能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成功过 我决定来试试看 可是没办法定屏呢 你知道吗 我们找一个小朋友来喊 我们的声音有一个东西叫频率这样子的 我们讲话 讲话 大部分之所以 五音不全 就是那个频率装不对 每个人讲话的频率装不对 以男生来说 像我这样讲话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三十五十 一般人没有概念 真的 一般人没有概念 那你要怎么办呢 善用你的手机 你现在你的手机如果可以上网的话 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 可以让我的影像拖出来 好 各位去下载一个软件 叫G-Streams 好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没有办法上网也没关系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上面 好 就是这一个 这个G-Streams 好 这一个其实就是吉他调音器啊 其实它就是吉他调音器 好 那我们就可以测出它的频率 你看它那个数字一直在调 我现在讲话的频率大概一百多赫兹左右 好 那我讲话绝对不会是定频 我讲 我讲话 如果定频 你听起来 差不多 就是 这样 好 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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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讲话一定有阴阳动作 一定有高低嘛 这样听起来才会对 好 男生一般来说 讲话大概一百到三百二十左右 大概 大 大概 好 女孩子的话大概是三百到五百 大概 这一定会很例外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有多味尖叫了 我们征求一味尖叫 高手 我们来听听看小朋友尖叫的声音可以到多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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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七百二十 一千七百二十 目前以这个当作标准 那个大概到两三千二十 其实大部分听起来不舒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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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